特制酸奶球配上新鲜水果与营养干果 当然还有香草慕斯 在这个特殊的夏令营中 这些放在桌上的材料 就是小厨师们所面对挑战需要的 这个星期孩子们的课程是前卫的美食 不仅如此 他们还需要在这个健康房间中 学会如何制作营养膳食 老师并非专业的厨师 而是专业的营养师 除了教授小孩子们准备与烹饪不同的食物之外 还让他们知道如何健康饮食 今天的课程是分子烹饪 同时孩子们还有机会了解 国际上健康和具有创造性的烹饪方法 最让孩子们好奇的是 使用果胶的使用和制作过程 所有这些令人垂涎的原材料 被制作成球状 有谁不想要来品尝一下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